提醒您明年的元旦有四天的廉价 因此台铁和高铁下午同时都宣布了 元旦的书运计划 高铁的早鸟票可是从礼拜六就开卖了 而台铁从14号开始 是同时开放了网络超商和电话 同步来订票 那明天同时有跨年还有出游的人潮 台铁也预估啊 这恐怕单日要书运超过70万人 和农历春节不相上下 元旦四点休返乡跨年肯定完班了 南来北往要搭火车 台铁宣布了元旦的书运计划 区间拉长到六天 最容易一票难求的东线 南回要加开110个班次 西部干线要加开115个班次 因为适用24小时订票 14号凌晨0点开始 网络超商电话同步开放 原本早起的民众要改成前一天熬夜 但因为有返乡加出游 台铁预估天天都会是尖锋 因为假期比较长 所以可能相关的出游人数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预估大概一天会有70万人次以上的这个书运量 人数比美农历春节 而高铁六天书运期也加开了102列次 因为适用早鸟优惠 12月1号就开放订票 动作够快可以抢到65折的便宜 另外农历春节的离岛航班 也提前公布了订票日期 从12月18号开始陆续开放 澎湖金门马祖的航班定位 因为机位有限 航空公司表示会是现场状况 再增开加班机